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正式踏入2020年代 那幫香港警察繼續慘無人道 竟然在新時代射出了全球第一發的催淚彈 繼續用他們的武器 鎮壓人民、對付人民 昨天在旺角那裡 著名的作家鄧小華 竟然遭到你這幫警察用催淚彈平射 很明顯是平射 因為你射中了人的眼睛 左眼就腫了起來 流血 到底這幫警察在做什麼呢? 經常說要用相應的武力來執法 鄧小華在當場請問他干犯了什麼違法行為 請問他作出什麼暴力行為 我不相信他會作出暴力行為 對嗎?你出來解釋 亂射、平射 你這些催淚彈不是用來驅散人群嗎? 現在好像當作真槍實彈 當作子彈那樣射 這是這樣使用嗎? 無法無天 所以有些外國的政要和宗教領袖都看不過眼 至少有38名來自18個國家的政界和宗教界的人士 在香港時間今天凌晨 發表了一封重榜級聯署信 要求林鄭要正視警察暴力的問題 他們表達了嚴正的關注 而且要求林鄭要指令警隊克制 尊重香港人和平示威的權利 並且敦促林鄭要推動政改 到底聯署有什麼人呢? 包括了英國下議院的前議長白高漢 香港監察的贊助人奧爾頓分爵 英國前外相聶警衛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外國的政要 這個不知所謂的特區政府 昨晚又流夜發表了一篇聲明 以嚴厲的言辭反駁別人這封聯署信 完全把別人的聲音聽不入耳 到底他的聲明怎麼說呢? 整篇聲明是笑死人 他就說 在這封信中充激著失實和誤導的言論 特區政府必須嚴正反駁 確保聯署者要知道激進示威者的暴力程度 以及他們對警務人員以及一般市民所作出的攻擊 好了 他有什麼論點呢? 我們逐點來看 逐點來駁斥你 首先他第一段說到 激進示威者的嚴重暴力 他裏頭提到一句話 我想你聽完之後會覺得生氣 他怎麼寫? 他說 沒有任何示威者直接因為警方的行動而死亡 反而多名警務人員在行動中嚴重受傷 這些都是赤裸裸的事實 任何外國政客和團體 包括公開信的聯署人 都必須認清 到底哪一個做新聞官幫你特區政府 草耳這封公開聲明 有沒有良心有沒有良知 有沒有道德底線 請問 出多少錢給你 可以收買你這個人心 收買到你的良知 什麼叫做沒有任何示威者直接因為警方的行動而死亡 你夠不夠膽出來發毒誓? 查清楚沒有? 周梓樂同學的悲劇 陳彥霖同學的悲劇 沉冤代說 真相未明 你為什麼可以說得出這些說話?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肯定寫出這些字句? 還有沒有任何示威者直接因為警方的行動而死亡 請問你是不是變相承認 有示威者間接因為警方的行動而死亡 請問那些在街上吸入了警察射出來的催淚煙 然後在醫院裡面睡了幾天而離開的長者 是不是被你害死的? 算不算間接因為警方的行動而死亡你出來回答? 什麼新聞官啊? 有沒有良知啊? 這篇還說到 數天前一名16歲的青年人企圖搶警槍 因涉嫌襲警和搶劫被捕 保釋申請也被法院拒絕 這件事就是正正發生在上水廣場那裡 那些示威者 那些年輕人在逛街 無神神就被你那些便衣探員出來 制服了他們 被捕在地上 有一個16歲的年輕人 被你一直用警罐 一直搶到村頭流血 我想請問 一個人被打的時候 是否會掙扎? 當他掙扎的時候 當然會找東西拿 找東西要扶的 好了 他剛好就把槍拉緊了 找東西扶緊了 根本上在他背後拍得非常清楚 在他背後面 他背後有眼睛嗎? 他背後有眼睛嗎? 怎麼看?怎麼看? 怎麼看? 怎麼知道那枝是警槍? 這樣然後就說人家搶槍 有沒有市民服? 他怎麼知道那枝是槍? 他被你一棍一棍 一直在吐的時候 根本上就不知是拿著什麼 他總之用東西拿著扶實 對吧? 這樣然後就說他搶槍 這樣你也說得出 西灣河那次又說人家搶槍 根本上就沒有搶槍 什麼都是你自己說的 你最適合你最適合你最適合 你用這些言論來反駁外國的政要和宗教領袖 你簡直是想笑死人 笑大人你的口 好了 第二點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警方的執法行動是克制 發言人就強調警方不會主動對示威者採取行動 而只會在示威者參與違法活動的時候 才會使用適當和相應的武力 就是在說謊 不知道有多少次就是警方主動對示威者採取行動 包括有一個小小的走過在乎尼敦道 問你警方的良心跌到去哪裡 立即被警方追捕幾條街竟 然後亂殞呆打敲打敲到頭破血流穿了頭 那是否你們警方主動對示威者作出的行動 是不是適當和相應的武力 你們就回答別人 對吧 還有 市民駁嘴給你噴胡椒噴霧 大有其人 那些算是甚麼 那些是否主動對示威者採取行動 那些是否適當和相應的武力 你們吃屎狗 不要說其他 只是記者讓你用胡椒球槍來連環掃射 那些記者又做了甚麼行動 做了甚麼行動 要你主動對他們採取行動 而且這些行動是否適當和相應武力 當那些指責你的年輕人和記者根本沒有採取任何武力的時候 又何來相應武力 還有 別說其他 武漢又是甚麼人 他是無辜的 你自己向他道歉 那這些是否你主動向他採取行動 這些又是否適當和相應武力 你打壓外國政要 武漢 你自己已經向他道歉了 親自打電話 搬垃圾 好了 接著這篇又提到 不論是基於原則還是法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都不接受 並且強烈譴責任何人 以任何藉口 在任何場合及針對任何人使用暴力 那些警察的暴力你查了沒有 6月9日至今 沒有一個警察 是讓你因為警察暴力 而去拘捕或停職後查的 你這個警察暴力根本上是沒有任何制度或是人 可以制行得到 擺明就是縱容他 擺明就是任他拘捕 任他打 任他鎖 這些的行為 又是不是暴力 你就說暴力就是暴力 不管他犯案只是誰 都要將他成之於法 那你拘捕人了嗎 完全是沒有做過 只是針對示威者 只是針對學生 第三點是自由和法治 他又說 我們相信法治 所有人在未被定罪之前 都被視為無罪 犯人只會在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之下 才會被起訴 我們對於絕對獨立的司法 充滿信心和信任 請問那些教師 因為在網路上發表一些言論 被你處分和被你調查 那些是視為有罪沒有 為什麼會將他們來處分 為什麼會發譴責信警告信 給這些教師 這些是有沒有罪 有些教師根本上未定罪 又被你停職 那些是怎麼算的 這些也不算 這些就為之法治了 警察濫用暴力行使私刑 沒有任何制衡和法律後果 這些就是你所說的法治 然後那些警察 可以帶著警棍 去到機場禁區的檢查 還想帶著相機 讓別人察覺得到 還可以讓他因然繼續去旅遊 沒有對他作出任何處分 這些就是為之法治 還有你現在的法治 完全是選擇性執法 針對黃絲 針對學生 針對青年 對於那些藍絲 白衣人 撐警人士 全部都是放生的 721幾家電視台的直播鏡頭 拍著那些沒有遮蓋口罩 沒有遮蓋臉 然後露了真樣出來 多麼架勢堂 不斷打不斷打 沒有差別來的襲擊 拘捕了人沒有 那些已經被人起底了 有了資料 完全是消極不作為 完全是不執法 這些你告訴外國政要和宗教領袖 就是叫法治 行 你就告訴別人 所以不僅是那些高官要受到制裁 寫這些垃圾新聞公布的人 一樣要拿去制裁 什麼新聞官啊 寫這些東西出來 你有沒有良知 過得到人 過得到自己 是不是 這些東西你過不過得到自己的關 如果過得到 你已經是一個沒有良知的人 寫一篇垃圾 成千字 真是 看見都眼淵了 好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